当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 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 我们依循着春生 夏长 秋收 冬藏的节奏 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 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 哈喽大家好我是逸晨 这礼拜要带你们去的地方就是内湖啦 内湖除了是一个科技发展重镇之外 同时也是一个好山好水 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那我现在位于的大湖公园 就是在地人成婚运动 还有假日野餐的好去处 究竟内湖还有哪些好吃好玩的地方 现在就跟着我出发吧 搭乘捷运就能轻松抵达的大湖公园 是台北人青山静水的好去处 园区内大量种植的各种植物树种 例如杜鹃花 洛宇松 台湾蓝树等等 会随着季节的转变 为这片湖畔景致抹上缤纷色彩 同时也会吸引季节性的鸟泪出没 是杜汇区难得的自然风光 在内湖科学园区里头有一间非常特别的蔬食食堂 一般老板开餐厅都会特别标榜自己的菜色 有多么丰盛美味 但是这位年轻老板却强调 他的食物并不好吃 而且还提醒大家 要进门口用餐前请三思 不晓得老板葫芦林卖的是什么药 为什么每天还会有一群客人们准时上门报到呢 那现在我们就来去听听这位老板的故事吧 北安你好 你好 北安因为我在网路上找到了你们这一间 非常特别的蔬食食堂 所以决定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来拜访一下 谢谢 我们经营多久了呢 我今年已经第11年了 11年的时间 我其实蛮佩服的 因为毕竟内湖也可以说是一个 美食餐饮非常竞争的一区 对 所以能够在这边生存11年很不容易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投入于推广蔬食的行列呢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因缘忌讳的事情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资管系毕业的 可是相对的我其实本身没有那么喜欢那些工作 那时候就是还没有踏入社会前 就已经想说 那不然自己开店试试看好了 反正现在还年轻了不起 没成功带我去上班也可以啊 当初我其实是卖荤的 那只是就是我爸妈那时候就是在家也没事做嘛 我就把他们拖下水 因为我爸妈吃素嘛 他们也不可能跟我卖荤嘛 所以他们就是在旁边做素食 那我在旁边做荤的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客人 他其实就只有看到素的 他就来跟我们点 但是他点到荤的 然后他就给他的 点给他那个胎底素的小朋友吃 然后他吃完才发现说 这个是肉耶 然后就真的来把我们骂了一顿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反正吃素的人看到我们卖素的 也不太想来 那吃素的人看到我们卖荤也不想来 不如就想说就做比较简单一点 就做素的 是 可是一般老板开餐厅 都会特别跟大家说 我们的料理很丰富很好吃 可是北安这边最特别的地方是 在门口就写着 食物并不是那么好吃 如果进来要三思 不好吃请三思 太特别了 因为其实我们就慢慢做 其实你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的加工品 或是食材的保存的方法 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好用 就假如说你冷冻东西拿出来 你再冰冻回去 它那个口感 或是那味道都会跑掉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我们久而久之 都只想要做一些 可能比较方便的事情 就讲说我们为什么会水煮 水煮料理就是因为 没有油烟嘛 我们的环境就不会脏啊 然后我们的碗就不会油 我们就不用用洗碗机嘛 那我们那个拍的水 水出去都不会 也不会脏嘛 那重点就是 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外面去吃那种 乐草店有没有 其实你们会发现 其实你们吃乐草店的菜的时候 你们就只会夹菜嘛 可是你们不会去吃那个酱料嘛 对我们而已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其实是对 可能资源的一种浪费 然后你把它倒掉 是对环境的一种 就是污染 那就变成说 其实像我们就是用水跟盐嘛 那倒掉 也就是水跟盐嘛 就变成说我们可能 做很多事情就是 我们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那不如 我们做这件事情 也不要带来什么 也不要带走什么 我觉得你提供料理的这个想法呢 比较着重在理念上 对不对 所以人家问我说 老板你做什么的 我其实都不会说我是做餐饮业 我会说 我是做理念教育 做这种行销的 那做餐饮只是 反映我理念的一个实作 我们就是我们开放式厨房嘛 就是你都可以看 我们就真的是煮出来 可是很多客人都不相信 他说你真的是这样子 就只有加盐嘛 我说真的 就只有加盐 其实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 应该也是有一样的疑问跟好奇 就是只有用水煮 然后只加盐 这间店可以经营11年 非常的不简单 像是来这边的客人 比较多都是哪些族群 其实我们的客人 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吃荤的 那其实我当初也是在想说 为什么我明天就开一间素食店 然后我的生意都不是那种礼拜一 或是初一十五最好 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日子 就是有点是那种廉价过后 然后他们就来说 你怎么来 他说对啊 我假日吃了太多肉 吃太多大肠 我要来这边清肠胃 不然就是说 我们公司在举办减肥比赛 不然就是说 我们要健康检查的 就会觉得说 大家其实好像 都不是抱持着好吃的心态 也不是抱着说 这看起来很美味 都是真的发自内心觉得说 这个东西五颜六色的 就是的营养成分 跟它其实可以进化我的身体 那你在吃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比较心无杂 因为其实你不会去 好奇这个东西的味道 就是你会拿起来就觉得说 嗯 这就是这个味道 然后慢慢的你也会觉得说 这其实也蛮好吃的 新鲜蔬菜简单水煮 加上只用盐巴调味 这样的菜 确实很难让人产生好吃的想象 但看到斐安 一早就在开放式的厨房里面 忙着制作客人 提前订购的大量餐点 我想墙上洋洋洒洒 罗列的这些食堂里面 似乎已经巧巧地 融入客户的内心深处 北安 因为现在呢 已经来到了你的厨房了 然后一进来呢 我就看到了 摆放了满满的蔬菜 你每天都几点要进店里头 开始忙呢 因为现在市场大概是 他们三四点都还在准备 可是我如果这么早去市场的话 其实我买不到菜 所以相对的 我会就会先来店里 大概可能三四点 四点左右出门 会先来店里准备一些食材 然后大概到可能五点或五点半 觉得市场差不多准备好了 再去市场买菜 然后再回来 豆浆店平常有那么早开吗 我有时候我也在怀疑 我明明就是卖的是午餐 为什么我就是比那些早餐店 还早出吗 但是我觉得呢 最辛苦的还是 回来之后备料的过程 真的 备料真的是一件 就是你每天搬那么多东西回来 然后你就想说 今天 看了就有点 搬越多就叹得越深的情 因为其实切菜跟真的是相对会比较花时间 这是没办法 有时候如果菜逛不好 你光挑 你都会挑到 就是 就是要丢也不是 那你要挑又挑不起来 那像是这些蔬菜买回来之后呢 我们会做哪些处理呢 就是根据各个菜的类别跟形式去做 他们应该就可能比较适当的 就人家讲嘛 能做就不要赞 能长就不要做 那对我们而言就是能切块就不要切片 能切片就不要切丁 就变成说那个东西它就是一口 就是你可以吃进去的状态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青菜相对的比较甜 那就是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把菜切得很细 我们其实是保留那个食物它原本的原味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削了吗 好 要看清楚了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时间有点赶了 那我们都会有很有效率 那就开始了 好 反正就是你觉得大家不会吃的 就是你觉得你不会吃的 他们就不会吃 所以你就把它削散了 就是它有保留它的完整性 跟它就是整只它就是漂漂亮 它不会说好像花这么大 然后梗就是这么大 它就是还是会符合它的你们的预期 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把它边边就先削掉 然后开始从它的根部开始把它削掉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一直转 一直转把它多的削掉 然后一直转 有没有就是一直削最外层的梗 那如果你觉得太大根的话 假如说像这个 你觉得太大根的话 再切磅 你就是把它削磅 你就会变成说其实它每个 有没有就会变得漂漂亮亮的 因为其实你刚刚削的速度 我可以说如果平常的话 应该大概30秒就可以完成了吧 对啊 非常厉害 而且因为它虽然是不规则 但是你的动作是规律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疗愈 因为我们那一箱有24颗 有时候我们一次就要削掉20颗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做这个效率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的售价并没有很高 所以我们相对我们就要压 时间成本 必须要赶时间 但是也不能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好像很赶时间 然后做得很随便 其实你看我们削 就是削得算是很快 可是其实它还是有 很漂亮 它的可能餐厅以上的水准 对啊 这就是可能客人相对会 比较喜欢我们 店里十下的人 接下来就要换我挑战了 对啊 小心喔 割到没有胚喔 好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削出这样的水准 可以…安全第一… 好 你刚刚是先把它菜梗 稍微削成尖尖的感觉 对 就是你认为你不喜欢 我不喜欢这里 好 然后还有这里我也不喜欢 怎么你刚才那么流利 现在轮到我就没有了 在家 切菜的时候除了动作要快 更要注意拿捏客人 方便入口的大小 而水煮时也会顺应 不同蔬菜的味道跟口感 适量地加点酱油 添点姜丝来提味 我来吃吃看茄子好了 其实茄子刚才在煮的时候 我觉得加入了九层塔之后 味道整个变得超级不一样的 香味都串上来了 好好吃 因为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吃茄子 它的紫色还是保留下来 还是很漂亮的 而且它会越嚼越香 因为水分在里头 会一直不断地释放 搭配这个茄子本身 很湿润又绵绵的口感 很好吃 我先从刚才我们先煮的这个 有料理过 学了切的这个花椰菜开始品尝 说不定就是你切的 长得很像 我发现水煮过后 它的颜色非常漂亮 等于说你在水煮的过程 这个时间的拿捏是非常刚好的 你会发现它的绿色是较量的翠绿 不会有煮太久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吃吃 看它其实蛮脆的 我就从它开始品尝了 如何 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就是你会觉得它有一点点味道 但你不会觉得它是咸味 可是你会吃出它其实 食物本身的味道 它的味道对我来说 有咸 还有蔬菜的甜 还有花椰菜 它本身的香味 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它清淡 没有错 它是清淡 可是正因为调味料加得少 所以你可以吃到很丰富 满满的蔬菜的本身的味道 对 我觉得这样子的风味 是在一般的餐厅 甚至蔬食餐厅 你可能也不一定能够常常品尝到 是啊 因为一般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做 一般人比较不敢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其实我早期遇到的质疑 就是说这样能吃吗 这样好吃吗 这样子做生意可以吗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就是 因为我说我们是做理念的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理念应该 这样子煮 它其实就会自然而来 你会带领你的一群 就是跟你有同样理念的人 然后一起来加入 我来吃吃看茄子好了 其实茄子刚才在煮的时候 我觉得加入了九层塔之后 味道整个变得超级不一样的 香味都串上来了 好好吃 因为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吃茄子 真的吗 因为其实你的茄子 它虽然有加了一些酱料 但是它一样是水煮的 所以说其实你会觉得它的咸 是有一个香味 但是不会死咸 所以其实你这样看起来跟吃起来 是不是觉得跟外面 好像没有什么差别 区别 我觉得茄子有一个没有很大区别的原因 是因为我知道多数的餐厅 为了要留住这个茄子的颜色 所以它会用炸的方式 它的紫色会比较明显 可是因为你的水煮过程 你没有煮太久 所以它的紫色还是保留下来 还是很漂亮 对 而且它会越嚼越香 因为水分在里头会一直不断地释放 搭配这个茄子本身很湿润又绵绵的口感 很好吃 像是这个豆皮的做法 应该跟茄子的做法是一样的吧 因为它也是有一点点颜色的 来品尝看看 好Q好弹 咬下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爆浆的口味 口感跑出来 因为它水分都锁在里头 而且我发现它是可以品尝得到豆香味的 因为我们其实加工品用的非常的少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买这种背机改的 那相对的成本都会比较高 其实我还满好奇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刚开始 他们也是蔬食料理都在做这样子的工作 可是他们吃到这样的食物 还有知道你想要这样子的推广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原本做这个 他们是吉利反对 更不要说他们觉得说 把我就是栽培这么大 念个好好的大学 然后跑来做做这个 可是我觉得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你会念书 跟你真的可以从书中的所学去做 你认为的好的事情或专业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真的不知道你学什么可以做这个 因为我觉得做这个真的是太辛苦了 而且就是某种程度你是有违市场的法则 跟一些做生意的道理 我觉得北安对我来说真的太特别 因为通常开餐厅的老板 可能想法跟你的差异真的很多 然后大家可能也会非常的怀疑说 真的好吃吗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在网络上找资料的时候 你们的评价是4.9颗星 甚至有网友就说 这里简直就是那颗的绿洲 我觉得光是听到这样的回馈 应该就是很大的动力来源了 北安每天选用新鲜的十令蔬果 采用健康的烹调方式来制作餐点 不只是希望客人们吃了之后 身体健康 心情开朗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都了解到 每个人其实都可以为友善环境的目标 付出自己的一份小小心力 很多台北市的爸爸妈妈们 每到假日都会非常的烦恼 因为既想要带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 但是又不想要舟车劳顿四处奔波 其实大家不必舍尽求远 因为在内湖就有非常多的休闲农场 让亲子们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的体验行程可以一起同乐 那现在就跟着我立刻出发吧 徐大哥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哇 徐大哥实在很难想象呢 内湖竟然有这么一片山城秘境 而且非常羡慕大哥 你每天都可以欣赏整个大台北市的风景 对啊 因为山上的空气很好啊 你又时常看力的 对眼睛会比较好 大哥你们在这边经营农场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吗 农场开放到现在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哦 早期我父亲是种水稻跟种香菇 哦 是所以说是直到大哥你接手之后才把这边做为观光农场吗 因为我本来是学那个汽车修复的 我有去校外实习过了 老爸当初跟他讲他是答应我出去外面工作的 结果到后来真的要出去的时候他是开始防火 不让我出去 所以我是长子要留下来 但是那时候就一直做的话 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在经营老一辈的这种断木香菇跟提前不是办法 我就一直要想着朝那个公关果园方面去发展 刚开始的时候 老爸都是反对我从那个从事公关果园 那时候的话他都一直来讲说 山上都说山上都说山河屯扣背 那时候他就坚持反对到底 那时候就慢慢一直跟他疏导 等到民国74年的时候从香菇园开始开发 因为大家都吃过香菇 没有看过香菇生长也没有采过 造成很轰动人潮很多 但是你来采香菇的时候 香菇它本身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要靠冷气船下来刺激 它就一波跟着一波 它不是沿细一直生长 有的游客来采不到香菇就开始抱怨 我们到老远跑来要采香菇 就采不到香菇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情况不对 我就在跟爸爸提议说 我们隔年的话就要再从多角方面去发展 你不能单独的只有一个香菇 那时候他因为有游客进来之后 那时候他就不会反对 我们在提的建议他就会想把他落入进去 我说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种草莓地瓜 那个棘子 让游客来假如说没有香菇可以采 还可以采其他的东西 就让游客不会白跑 但听起来我觉得大哥在这个不断改变的过程中 应该是很辛苦的吧 对啊 刚开始的话你就是 你自己那个知识不足的时候 你自己要在充斥一些知识嘛 虽然从小有接触农业 但是你真是早一辈的他没有什么农业的那个理论 所以说那时候我接手的时候就一直去上课 上一些农委会办的那个专业信念 我就一直去上课 要吸取一些那个知识进来 我们要把那个理论跟我们实际做的经验要结合在一起 你不能单独这样子去靠老一辈的经验这样传承下去 你做的话不是很好 那现在长辈看到我们这一片农场呢 转变成现在的休闲观农场 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 到后来他们就讲 还好当初你有去朝这方面 朝这方面去走 朝多点化金鱼 因为我们很多的农地都是放置在那边荒废掉 没有实际去做 所以他看了之后 他都觉得很欣慰 说因为我们把它留下来的土地 把它变成好像很荒花的话 带来的收入也会比较好 曾经当选全国模范农民的许大哥 真的把这片祖先带带相传的土地 照顾到生机蓬勃 绿意盎然 农场内随处可见的昆虫蝴蝶就是最好的见证者 而且自从开放观光之后 还因应游客的需求陆续开设财国体验 农特产DIY等等行程 所以深受机关团体的肯定与喜爱 大哥 你今天要带我体验的项目是什么呢 让你来挖地瓜 挖地瓜 对 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一片通通都是我们种植地瓜的区域 对不对 不过内湖的环境是适合种植地瓜的吗 地瓜它属于比较粗放型的 很多土地都可以种 只是你要选择的话 你假如说看你自己要选择什么品种 因为它品种很多种 它的那个口感会有差别 那大哥我们这边种植的地瓜是什么品种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叫做台龙57号 它是黄皮黄肉的 还有另外一种已经挖完的 那个是台龙66号 它是红皮红肉的 它两个性质上不一样 这种台龙57号的比较适合 烤 还有炸 它炸起来跟烤起来比较有地瓜的味道 吃起来比较绵俐 我有发现啊 它们其实连叶子的形状都很不一样 对 正常的话我们这个就是台龙66号 看叶子它就比较圆形 比较大片 这种台龙57号的 它的叶子就比较小对不对 它就是那个有叉形的 就是我们讲那个鸭掌的形的 有点像有点像 对 它都形状不一样 可是挖地瓜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正常我们挖地瓜的话就是 要把这个地瓜的藤先翻起来 翻起来之后把它砌掉 把它切掉对不对 对 把它切掉 因为它的藤长得非常的长 对 把它砌掉之后 就可以开始挖了吗 从哪里下手 把土由上往下剥开来 红上往下剥 你看一下剥开的话就可以看到 我看到地瓜了 对 大哥像是现在这样看 因为它有冒出一点点的地瓜了 这样会看得出来它长得多大颗了吗 这个还算中整的 大哥你这样看就可以感受到了 我觉得挖地瓜的过程很有趣 很像在寻宝 因为你不会知道 你接下来挖的这颗地瓜 是大颗还是小颗的 对 它一株地瓜里面长几条 你不晓得 这个就叫一株 里面长几条地瓜不晓得 我来猜 我猜有三条 好 大哥那你猜得出来会有几条吗 这样子看的话应该有超过三条 真的吗 所以代表这一株很大颗 那它的根怎么办呢 可以把它破坏掉吗 那个根没有用 那个就是它本身吸收养分的 正常我们种地瓜 很多人都误会说 等一下我们挖到小条的人说 我把挖到的小条的地瓜 拿回去家里种 我说你挖那个小条回去家里种 它不会长地瓜 种地瓜绝对不长地瓜 我们种地瓜的时候 种这个地瓜的藤 你看哦 这个每个结的地方 它就有根出来 这个根出来之后 它有的根就会回大起来 变成我们要吃的地瓜 有的根就像这个比较细小的 它就是制造养分 回来供给它 所以说如果大家要回家种地瓜 是可以种得出来 只是说不是把地瓜放进去 所以也不能种地瓜 那你只能变成官业植物而已 哦 是 所以说如果挖到小棵的地瓜 大家也只能认命 就是它运气比较多 对啊 它有大有小啊 今天能够一口气挖出五条 超过手掌的大地瓜 根本不是因为我的运气好 而是许大哥长期在农场 与土壤的照顾上 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苦心与劳力 因此不论在什么季节来到这里 游客都可以采设到 甜美瘦大的农作物 许大哥 你现在带我来到了我们农场的温室区了 那我们这边主要种植的蔬果是什么呢 温室里面最主要的话就是草莓 再来就是番茄 就是小番茄 哦 我有看到这一面应该是番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这一大片呢 就是草莓园了 哦 不过我觉得大家通常想到草莓呢 都会先想到苗栗的大湖 那没想到我们内湖也是适合种草莓的地方 其实我们内湖种草莓已经很久了 我在小时候在读小学四年级五年级 我们就这边就有荣有种 那时候种草莓它完全挑到大湾点起码 它不是交到一般市面上 哦 那像是我们这边的天然环境 跟苗栗的种植方式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它种植的方式都一样 但是台北这边就是有一个缺点 台北这边就是天气时常下雨 下雨的时候我们这边就一定要像 我们先要盖设施 盖这个温室给它住 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 下一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盖起来 不能让它淋到雨 这样子它草莓的话才不会烂掉 湖南的话游客来就采不到草莓 还有我们这边的那个切点就是说 正常它这边比较北纬的时候 它的温度比较低 正常我们这边光线就没有像苗栗大湖那么热的时候 它产量的话就会递减 正常它们假如采四期花 我们这边可能三期花 我们的时间会达比较长 一颗草莓从开花到成熟的时候 比如它是20天可以采 我们这边可能就要30天 时间会比较长 我们北部的这个草莓比较傲娇 听起来比较难照顾对不对 对 像是我们在照顾草莓的时候 需要比较小心一点的地方是什么呢 正常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草莓的话 有假如是有比较老的叶子 像这种比较老的叶子 我们就要把它弃除掉 怎么样分辨比较老 它这个的话就是在比较外围的 它这个叶子会比较黄化一点 我们就要把它弃除掉 还有这个像我们看到这个肘筋 这个正常的话 这个是在疫苗的时候 繁殖的时候才让它流 现在这个季节 我们要让它长草莓的时候 要把它拔掉 所以看到长长的 你说这个叫做 肘筋 就要把它拔掉这样子 对对对 它不是要还植幼苗 这最后面就是一颗幼苗 是 从一月下旬到三月 都是那壶草莓的主要采收期 不过由于许大哥的栽种经验丰富 加上平时的细心呵护 所以一直到五月 都还有机会可以在农场里 看到鲜红果香 娇艳欲滴的草莓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 那个草莓果酱 这个是我们这边所有果酱里面 最受欢迎的 这个半台筋才做这样一瓶 里面完全不加防腐剂 只有加冰糖跟麦芽糖 草莓的酸香味非常的浓郁 你一咬下去 就会立刻吃到它的香味了 对 它有那个田中有带一点 草莓的酸味在 跟一般的果酱吃起来完全不同 你们看刚才呢 我们采收完的地瓜已经洗好 然后也削好皮了 大哥我们接下来要体验的DIY是什么呢 体验我们童年以前常做的那个地瓜饼 我们削好就拿这个地瓜 整条来抹 把它抹一抹的话 等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称重量 加一点菜拔粉 加一点茶 再去炸 你在抓的时候 手要带手套去抓 这样子抹才不会抹到手 你看就这样子抓着 这样子让它抹 地瓜就会变成碎泥 对 好 我来试着磨磨看 对 小心手 好 大哥 磨这个地瓜的时候好疗愈喔 那以前小时候吃到这样的点心 应该很开心 对啊 以前没有像现在那个一些饼干 什么零食那么豐富 小孩子有的吃就很高兴了 对啊 以前我们在小时候在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加那个太白粉 因为现在加太白粉就是 让它比较有粘稠性的话 它比较不会散掉 所以以前就是很简单 只有加糖这样子 对对对 虽然说以前呢 我们选择的零食很少 对 可是我觉得以前可以吃到的这个地瓜饼 比较健康 比较健然 对 现挖现磨的地瓜泥 只要加上少许的太白粉跟糖来搅拌 再放进热锅里慢慢煎到焦香四溢 也就是大嫂说的恰恰的模样 这就是地瓜最美味的状态了 你们看我们的地瓜饼已经煎好了 大哥我发现啊 其实它煎的过程不会很困难耶 对啊 你就是那个油不要放太多 让起来稍微焦焦的 你煎得越焦的话 它香味越浓 其实它味道啊 真的特别的香浓 刚才在煎的时候 那个香味就一直不断的跑出来了 对 那个口感不一样 好 我要大口品尝它 那个吃起来就有那个咬劲 还有那个地瓜的那个味道都出来了 这实在是好吃到 想在家里自己这样动手做 可以啊 因为这个地瓜你可以吃得到啊 它有点细细的纤维 对 它是有口感的 对 有咀嚼感 它不是完全凝撞的 对 重点是它的香气 实在是出乎你的意料 因为它只有加糖而已 我跟你说讲说 那个一定要用台龙57号它的味道才会好 它的香气会完全的 在煎的过程中被释放出来 对 然后大哥 你今天要介绍我们吃的美食 又是哪一款呢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自己自制的那个草莓果酱 这个是我们这边 所有果酱里面最受欢迎的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草莓 这个半台筋才做这样一瓶 里面完全不加防腐剂 只有加冰糖跟麦芽 那个吃起来果感完全不一样 很多小孩子来这边自己DIY之后 做了这个果酱之后 他们爸爸妈妈带他过来的时候说 我们的小孩子都不然你们宠坏掉了 外面的果酱都不吃了 但是因为这个是纯天然的 所以我想呢 小朋友的味觉很敏锐 一定能够吃得出他的差别 对 那小朋友在这边煮的过程的时候 他连那个锅子都抓起来啃 这么好吃是不是 那我一定要也要品尝 草莓的酸香味非常的浓郁 你一咬下去就立刻吃到它的香味了 对 它有那个田中有带一点酸 那个草莓的酸味在 跟一般的果酱吃起来完全不同 其实我觉得大哥你们做的果酱呢 糖没有下的太多 因为我们现在加的糖不是一般的 我们的砂糖我们只加冰糖跟麦芽糖 因为其实你在品尝它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的甜味跟酸香气是 很协调的 因为如果太甜的话 你就吃不到草莓它自然散发出来的 酸酸香了 冬天来到这座宛如仙境的农场 可以体验采草莓 制作草莓果酱的食农课程 至于春天 夏天以及秋天 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呢 许大哥打包票说 保证好玩有趣又富有教育意义 你们只要人来就好 每天被满满灰意还有报告 围绕轰炸的上班族 最期待的时间除了下班之外 就是下午茶时光啦 如果能够在下午的时候 来上一口甜甜美味的点心呢 就可以瞬间的提神醒脑 补足活力 那现在就让我带你们去 内湖科学园区里头 一间超人气的甜品专卖店 来朝圣一下吧 走 欣盈你好 嗨 我听说我们这里是内科人 下午茶时光的首选 我们在这里已经经营很久了吗 今年第八年 然后现在是八年半 所以明年是第九年 所以其实已经经营 蛮长一段时间了 对啊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开一间 这样的甜品店呢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台式甜品 然后也觉得台式甜品 它其实有很多食疗的智慧在里面 所以在创业的时候就想说 那要不要把这一块 就是发扬光达这样子 对 然后又加上在准备 就是在思考要做什么的时候 因为刚好妈妈的身体没有很好 然后所以我们就常常熬煮豆浆啊 薏仁浆这些或者是木耳给她喝 那发现喝了一阵子之后 她的那个身体就慢慢的有调整跟改善 所以我就想这件事太酷了 就是竟然是借由吃甜品 可以让身体变得还不错 我觉得应该可以就是让推广给大家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太酷了 因为这些东西既好吃 然后又可以让身体好转 因为你说妈妈陪伴她的过程 发现到这件事情 你看如果我们身体不好 以往吃药的话药是苦的 但是吃到这些甜品是好吃的 可是那你之前从事的工作跟餐饮业有关系吗 我之前从事的工作都跟餐饮业没有关系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念台大森林嘛 然后后来到欧洲去念书的时候是念商学院 然后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是跟商馆那一类比较相关 所以其实跟餐饮完全没有关联 只是因为很爱吃 然后也还蛮喜欢煮东西的 就后来就开始了 可是真正创业之后 煮这件事情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吧 原本以为没有很难 因为在家里煮的还蛮算蛮上手的 可是后来因为要做营业用途嘛 所以就是不管是量啊还有口味 其实都要维持得很好吃 然后或者是品质要很一致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完全没有防腐剂 或者是添加物 所以其实我们在熬煮的时候就会很紧张 因为很怕东西煮起来 然后没有 坏掉了 对坏掉 然后或者是没有好好的冰镇它 然后它下一秒又酸掉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过程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去想说没有防腐剂或添加物的时候 要怎么样保存 然后再来就是像那个提到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豆花 因为黄豆它是天然的农产品 它常常就是我们买到的时候 有时候煮起来就发现这一批的浓度 跟上一批的豆椒浓度完全不一样 那我现场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我可以说就做了八年的豆花 我还是觉得自己很菜 就是常常有时候觉得这次的豆花 就做起来不够绵 然后上次就比较Q 所以它们其实会因为天气 然后甚至点很细微的那种泡水的温度 然后还有冲的人的姿势等等 其实它都会影响它 所以我觉得其实它这整件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只能说我觉得能开店那么长的时间了 这就是你们厉害跟坚持的地方 因为其实如果要好煮很简单 你加一些东西可以帮助它更容易煮 可是这些东西也许是不好的 但是你们坚持不加 就是要让它是天然健康的 所以就变成说 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像是银耳露 因为它有很多天然的小纸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把那个天然的小纸煮出来 所以大概其实它要花到半天的时间 那边小火慢慢的熬 那甚至还会有客人他就会说 你是不是用面粉勾芡它才会那么丑 然后我们刚开始就觉得很冤枉 因为其实它就是食物天然的样子就是那样 那只要你好好的对待它 或者是就用它正确的方式去煮它 它其实就可以把它那种就是 好的营养价值释放出来这样 让营养健康跟美味共存的秘诀 其实就是时间 打从八年多前投入创业以来 营养说为了煮出一锅浓豆浆 做出一份好豆花 其间所耗费的时间与食材 早已不计其数 幸好有很多真正懂它的客人 一路的支持与鼓励 才能让这家甜品店成为那颗园区的人气美食 欣姨 你刚才呢 我走进来你们这间店的时候 对 就发现了你们的吧台配料超级多的 这些配料也通通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啊 因为那个 我们会坚持自己熬这些配料 主要有个原因是因为 如果从外面买过来 我不知道它的过程 是不是有添加什么样的化学添加物 然后所以我们都还蛮坚持 所有的东西我们就是慢慢熬它这样 可是那么多种 你们会不会每天都要很早就开始准备了 也还好啦 就是5点 6点 7点这样子 这样哪里还好 5 6点很早耶 等于说天还没亮 其实你们就开始要准备这些配料了 对 但因为蛮习惯啦 所以就也觉得还好 像是桌面上我看到的食材 我知道这个是艺人 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木耳 对 然后这个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桃椒 对不对 对啊 它是桃椒 其实这个算是蛮少见的食材 对 它其实应该是这两年 就是慢慢的有点流行 比较流行 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植物的胶质 所以女生很喜欢 因为觉得吃了好像会变得很漂亮这样子 那其实我最早煮的是白木耳 就是银耳 然后客人反应很好 因为它的胶质跟它的那个滑滑难度 客人都很喜欢 然后我大概在三年前吃到桃椒觉得 这个胶质更多 因为它就吃起来更Q 然后我就想说 他们两个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结合 对啊 所以后来我们就 就是又把那个桃椒 加到我们的甜品里面来吃 所以当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 哇 我觉得它会变成 女生非常喜欢的甜品 对 其实男生也很爱 真的吗 对啊 现在男生也是爱漂亮的 但我觉得一方面应该是因为 它两个加在一起 是很好吃的吧 所以连男生都喜欢 对 而且其实还蛮多妈妈 他也会买木耳给小朋友 因为它很好吞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木耳露 里面是把那个红枣 大量的红枣汤加进去 那最先开始我是加了红枣粒 可是因为发现很多妈妈 会买给小孩吃 然后怕小孩噎到 所以后来我们就索性 就把红枣全部都压成泥 然后再过滤 然后再加到我们的那个红枣汤里面 所以其实这几样就是 我觉得好像是老少咸宜的餐点这样 是 那像是艺人的部分呢 就比较常见了 那我们这边艺人在熬煮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减脂的地方 有耶 就是像我们店里 因为有卖艺人姜 跟这样看到的那种艺人颗粒 那基本上我们是两个分开煮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会那个一起煮一锅嘛 然后你要汤的话 他就捞上面的汤 然后再加下面的粒 那因为我们其实有卖那个艺人姜 纯姜 然后呢 我们是把它研磨之后 然后再用那种就是很细的往过滤 然后它就会得到那种很浓醇的艺人的浆这样子 然后那艺人粒我们就是隔了另外一锅煮 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让那个艺人姜很浓稠 很纯这样 然后艺人粒又很分明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把它分开煮这样子 另外呢 我觉得熬煮出来的艺人看起来就是 晶莹剔透 然后很雪白滑嫩的样子 看起来非常可口 亲自精心挑选的食材 亲手耗食熬煮的甜汤 这就是新颖味家人增添营阳与健康 所陆续研发出来的手作甜品 虽然看到店内整个下午客人穿流不息 但好不好吃 美味不美味 我还是决定靠自己敏锐的味觉来鉴定一下 非常期待这一碗 因为我觉得女生真的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这一碗呢 它完全不会很甜 像是艺人的话呢 你真的可以吃得到它很饱满的颗粒感 蚝椒呢 它比较厚实 你会觉得它特别Q弹 那银耳的感觉是很嫩 对 所以当它一起在嘴巴里头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你好像 一位娘娘 好像娘娘在宫里吃甜汤的感觉 新颖 那我现在就要来品尝我的下午茶甜点了 好喔 那我就先从我们这个招牌豆花来品尝看看好了 好 你们的豆花呢 瞬间入口即化 然后它的质地呢 是比较绵密一点的 这样像我们觉得它的豆香味很浓耶 对啊 因为就是我们在做豆花的时候 其实就是比较想要做出那种古早味绵密的豆花 所以我们不像那种就是布丁豆花 或者是寒天豆花那种比较QQ的 我们其实是从选豆的时候就开始很注意 它是不是会做出一个好的绵密的豆花 譬如说我们会选很好的加拿大的飞机改的豆子 然后我们在研磨成豆浆的时候比例也会比较高 然后再来是我们用很好的那个磨浆机 然后磨出最浓稠的豆浆之后我们再过滤 那其实有一些人他会用很淡的豆浆去做豆花 那因为我们很想要带出黄豆的香气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就是把成本再提高 然后做出就是比较浓的豆浆 然后才去做成豆花 所以其实做整碗豆花的时间非常的长 因为从选豆子泡豆子然后到熬它 然后闷它然后到最后做豆花 就是大概也是要六个小时之类的 那像里头搭配的这个黑糖香柜 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对啊 这个是那个店里的销售长盛菌 对 我们用那个台湾的黑糖 然后还有台湾的地瓜粉 手工这样子就是一锅一锅的这样子搅拌 然后让它再拿去蒸 蒸熟之后再切块跟放凉 然后才能吃到这样的很Q弹的感觉 它好Q哦 对啊 但是就是它做到很辛苦 是因为就是要一直顾 然后呢 如果下粉浆的时间也不对的话 它就会变成一大块 然后或者是时间不够 它又会过软 对 所以它就是还蛮考验一个 那个贝力跟时间点的一项甜品 虽然说制作过程很辛苦 可是它真的非常好吃 因为它非常Q弹之外呢 我觉得它会越嚼越香 因为它的黑糖香 会一直不断地释放出来 对 我们用了很多台湾很好的黑糖 对 那接下来这碗是什么样的甜汤呢 这碗就是桃椒银耳艺人汤 这一道是我非常期待的 等一下你们的这碗甜汤 对我来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艺人汤不是有点像是清汤的样子吗 你们的怎么那么浓稠啊 对啊 因为像我们的艺人酱 就是有点像豆浆的制作方式 我们是整颗大艺人下去研磨成浆 然后再去熬的 所以才会感觉它很浓厚 就是因为我们的水加的很少 然后艺人力下的很多 对 然后像那个刚刚也有讲到说 我们的艺人力是额外熬的 就是维持它的Q弹度 然后银耳或者是桃椒 也是长时间的熬煮 让它那个胶脂 你就是可以感觉它都稠稠的 就是它的胶脂 已经跟那个艺人酱整个混合在一起了 非常期待这一碗 因为我觉得女生真的一定会非常的喜欢 这一碗它完全不会很甜 但是你一样可以吃得到每个食材的香味 它的香味会让你觉得不需要加太多的糖 也一样非常好吃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食材本身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很好的食材 然后其实你不用太多的调味 或者是熬煮方式 因为常常也会有客人问说这个要怎么煮 然后我常常就有点疑惑说 它其实就是小火慢慢熬它 你就是用时间然后选一个好的食材 它的天然的味道跟那个它的样子就会出来了 因为我吃到三种食材 同时咬到像是艺人的话呢 你真的可以吃得到它很饱满的颗粒感 然后嚼开的时候它就是有一股清甜香 然后再来桃椒跟银耳它的感觉不太一样 因为桃椒它比较厚实 你会觉得它特别Q弹 那银耳的感觉是很嫩 所以当它一起在嘴巴里头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你好像一位娘娘 好像娘娘在宫里吃甜汤的感觉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贵气的甜点 对 你自己应该非常喜欢吧 我自己也还蛮喜欢 就是像有时候太忙了 然后来不及吃午餐 我可能就会自己装一碗这个 因为它就是很饱 对 然后它其实对身体吃下去也是 就是负担很低 因为它就是饱足感很高 然后但是又有很多膳食纤维 对 所以有时候一忙 我就是可能自己组合一碗 然后就赶快先吃这样 再来听说你们这边的健康饮品 也非常受欢迎 对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两款 是什么样的健康饮品 这边这个是用台湾的红星巴勒熬的茶 然后我们还加了山楂跟一些洛生 就是对那种肠胃乳动比较有帮助的 然后当初会想要做这个茶品 是因为我自己觉得红星巴勒的香气很酷 它有一个很天然的草本香 但是又有一个甜味在里面 然后刚好就是因为我很常去迪化街走动 然后就跟那个药材好像都聊聊聊 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用红星巴勒去 煮一个什么样的茶 所以我就买了想说 如果是为了要肠胃乳动 我就把所有跟肠胃相关 都放在里头 对 然后发现太苦了 所以后来就把这些慢慢调整比例 然后调整那个浓度这样子 其实它的味道还蛮明显的 我已经闻到有一点点像洛神的味道 然后还有像是土巴勒的味道也非常明显 对 我很喜欢在煮它的时候那种感觉 因为就是整个厨房都会有巴勒的味道 很香 太好喝了 但你边介绍的同时 我一个不小心喝了超级多口 它的土巴勒真的特别香 我想如果是一般的巴勒感 是不会有这样的味道了 因为只有土巴勒才会有那个特殊的香气 对 对 然后加上因为你加了很多像是山楂洛神 它本身都是有一点点酸酸的食材 对 所以当它加进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的酸味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因为临近内湖科学园区 新颖特别设计了这杯黄崎玉竹鲜茶 来为整天忙于工作的朋友们打打气 不过我想它也很适合在冬天乐游内湖的最后 来为我补人气 在冬天中的地方 在冬天后 在冬天中的地方 在冬天中的地方 能够看到一部门的隘り 当它亲自身 在冬天中午后 在冬天中的地方 一 Thing A 哈喽 记得要来看哦